各位观众,大家好 继续来到即市攻略的环节 刚才的嘉宾是Stanley 这一节我们会继续和Stanley说一些焦点板块 Stanley,你好 你好 Stanley,我们刚才说原乃价格对于羽业股的影响 如果是的话,我们是否应该继续留意新西兰央行的意识 和新西兰货币的走势 其实你可以说这些汇价这些情况 可能和你说奶价来计 如果以其他国家来计算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但是对于新西兰来计算 似乎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纯粹以现在的情况去看的话 我认同的 奶价可能对于新西兰的经济状况 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启示状 好,我们转看其他的消息 就是见到大行方面 说中国全有是三重的泡沫 呼吁减持新经济股 看看三种泡沫是哪三种泡沫 包括信贷泡沫、投资泡沫和房地产市场泡沫 认为中国经济硬着陆 仍然是长期环球经济最大的宏观风险 维持建议减持中国相关股份 比较看好旧经济股份 建议减持新经济股份 特别是深圳中小企业版块和创业版股份 好像和一般市场上的曲调是相反的 因为大家都在说新经济股 例如腾讯这些龙头 科网企业、互联网加这些概念的股份 但他就说不如看好旧经济股份 我都知道Stanley 一向都是觉得内地的经济 或者股市有一定的隐忧存在 你又认不认同瑞讯这份报告 他所说的 某程度上都可以当是一个事实 因为如果你以一个信贷的情况 以至可以说一些资金外流的情况 这一阵的时间其实很明显 但你说是否就等于 现在这一段时间要选择旧经济股 而不选择新经济股呢 都是要做个版法去称 因为都很难是一概而论的 即使好像大行都有点暢淡的内地经济 事实上 我自己对经济的状况是怎样看法呢 当然你可以说现在内地经济的情况 和前景都面对比较多的挑战 但是你说保七行不行呢 我又没有担心过 因为其实你见到内地 每一次可能经济有些变数的时间 它都可以做到一个稳增长的情况 什么是稳增长呢 就是靠多的投资 甚至乎自己的内需 令到经济的沉链上看 是会做得比较好一点 特别就是可能会加强基建方面的发展 因为以前我都再三强调的 即是你的经济如果假设 可能你的表现有些暗涌的话 那要靠什么去维持增长呢 就是靠基建的投资 因为事实上你说现在 可能中国似乎是地缘比较广阔一点 所以很多地方你要做 其实都仍有空间 可以再加大基建去做 而且之后 都仍用了大陆这些概念 所以我不是很担心经济的层面去看 这是楼市方面 没错 楼市的泡沫都说了两至三年 我认同现在的而且确 库存是很多的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都要分开在什么地区 因为如果你是一线地区的话 就好像经常港深这四个地方 基本上现在的地价 都仍然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这些地方 根本上就是说 这些地买少见少 所以你的地价基本上 是没有太受到 经济的层面上的影响 因为始终是公布应求 所以问题不大 但是这些三至五线的城市 始终的库存都仍然比较多 这是要时间去消化的 但是这些已经是一直存在的事 你说是否泡沫会不会爆呢 我觉得机会又不大 但反而你说买旧经济股 当然了 旧经济股 都要界定是什么 旧经济 你说内险 内房 甚至资源板块 水泥板块 这些其实都可以当作 我归留为一个旧经济的股份 但是这些本身 都可以说是各自各有的隐忧 内房刚刚提及到 你说一线城市那些 问题不大 甚至乎基建那边 我都比较提好 因为基建我来找增长 但是其他的板块 例如来人 我始终对他们投资的看法 不算太正面 因为当然股值是便宜的 但是你说是否要买 我觉得我都会选择新经济的办法去看 另外你说水泥资源股 这方面 其实都预算不太理想 水泥价格方面 今年年初资金 都算是没有好过 甚至水泥的销量 如果以头半年来计算 应该跌百分之五 其实都不算很理想 其他资源价格 更加跌到谷底的水平 所以要买要选择 旧经济股份 我自己就真的不多考虑 看回他补充 他说内地经济近期 有些复苏的迹象 可能会推迟一个硬着力的情况 但如果有以下 他提到的情况 发生就会忧虑一个泡沫爆破 包括投资过程引致通缩 其实现在见到CPI的情况 争算是放缓了 还有就是房价下滑 第三就是内地的外汇 呈现外流的趋势 现在都见到外汇 他真的处于一个纪录高位 第四就是见到存款增长急速放慢 目前存款接近纪录低位 还有就是劳动市场 显示充分就业 和名义GDP增长 降到5.8% 即是历史平均的三分之一 我就不太明白 如果说到这么多泡沫爆破的时候 为什么还会支持旧经济股 比如内银、内险 甚至是资源股 如果经济下滑的话 照计内银、内险 这些不会有允限的 你的说法也是很适合的 反映这份报告 有些地方也有点自相矛盾 但是也不难理解 因为始终你可以说 两个估值上来计算的话 这一堆板块 估值就不算高 所以假设遇了些外来的冲击 他们的表现 应该就可能比较平稳 没有可能说一些大升大跌的情况 但相反 一些叫做新经济股份 简单来说 可能是一些互联网概念的股份 这一堆估值是高的 所以假设到经济状况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的话 他们的估值一旦调低 可能那个跌幅会很大 但这是一个前撕的问题 究竟内地的经济状况 是否会很差 甚至你可以说 现在互联网家 或者互联网的发展 在内地方面 都有一百千里 基本上 大家都预计 这些板块增速 其实是可以很快 当然包括好像 腾讯 甚至一直都不断强调软件板块 这些我看得比较乐观 但相反 有些我认同 好像使用方面的发展 始终现在竞争是很大的 这些板块我本身 我本身上来看得比较淡 所以我觉得 不论是旧经济股份 也好 新经济股份 也好 其实是看看哪个行业 哪个范畴 很难一概而论 那些板块是比较差的 也看到新经济股这个板块 比如你刚才提到的腾讯 还有软件股 比如这支763中兴通讯 其实它伏牌以来都好像多动作 自从回购A股 还有就是跟腾讯一起合作 搞战能城市 最新是跟韩国电讯公司 5G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今天股价都可以升 升了2% 18.4% 这个水平 其实中兴通讯 未来又有这个战能城市的概念 又有5G的一个合作协议 会不会都令到它的股价 可以看好一点 763这些叫做电讯设备板块 事实上 如果你以5G的发展 现在还是很初步 这个对帮助似乎不算很大 但是你拍着腾讯 做一些智能城市的概念 可能它的双机会大一点 但是始终对于中兴 最大的憧憬 对内地方面 可能会发展更多的4G的机站 网络 甚至在未来的发展方面 因为你要做到互联网家 甚至互联网的城市 对于基建的投入都是比较多 所以你可以说这些因素 对于公司的帮助是大 但只不过都认同 之前的股价都叫做 即是叫付牌之后 抽成都上去 之后有些调整 不过我自己认为 这些板块又不需要急着买 尤其是冲高了这么多上来 所以暂时来说 你若未有货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能是大概17元 你以为自己的时间 才再考虑 好 明白 我们看看700现价的水平 是在做成什么 腾讯现在是偏远 跌不够百分之1 跌0.4% 是报149.4 内银方面 3988 也是偏远 跌不够百分之1 现在报4.42 好了 和Stanley也做了新报 我们刚才说过的股份 或者指数相关的资产 请问你有没有持有 没持有的 谢谢你的分析 休息一会 稍后回到其他情况 待会再见